今天节目有许杉 另外还有我们的意特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一起回来探讨深圳欢乐谷的过山车意外事件 这个过山车的名字是非常威猛的 叫做雪域红鹰 这么威猛 但出到这些意外大家都不想 当中会不会涉及一些人迷错误 还是什么原因而导致这么严重的意外呢 先说回吧 很多媒体都说追撞 追尾 或者追撞 追什么都好 其实看回整件事 似乎可以叫逆向追撞 如果是追撞的话 正常来说我们会觉得是我们在玩一辆过山车 然后在尾上就有另一辆追撞 不然就叫追撞吧 对吧 没错 但这次似乎不是 还有为什么人数受伤的问题 好像这么多纷纷扰扰的呢 不如一起讲讲吧 大家看到画面这里 就是那辆过山车准备出发的位置 或者就叫做返回站的位置 所以看到左手边 如果你玩完的话 就下过山车 然后就去拿回自己的东西 而这次为什么意外 去到这么严重 以及这么多人叫做受伤呢 就是话说 当你打算拿回东西走 或者离开过山车的时候 你看到的前面 本来那辆过山车 就是在你前面那辆 应该是离开了站 准备招展开它的旅程 对不对 殊不知 竟然会回转头 就撞到你了 我回转头 其实不是后面的车追上去的 严格来说 所以就是逆向了 对了 其实倒转的 是你本来想着前面那辆走了 他怎么知道会回来 就撞到你了 为什么呢 玩过山车的经验都知道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另一些图 当你出发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车 要去到一个很高点 慢慢去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 就 拿着那股的冲力 射下去 非常刺激 而且你这样滴滴滴滴滴滴 在半空等的时候 哇 真的心跳加速了 话说这辆过山车 那个高度 就是爬升 或者最高的点 来地是60米 现在什么呢 车前面那辆 爬升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他就突然间 咦 好像扣不住了 其实大家如玩过山车 也有那个经验就知道了 其实似乎是拉拉拉拉拉 拉着车去到某个点 接着就让它滚下去 加上它本身的冲力或者它的动力等等 现在这辆好像是拉到差不多 它就转一声 下不住车 它整辆到后滚下去 就撞回本来已经在站里面那辆 所以因为你已经是想着下车 你玩完了 有一部分的人已经解开了他们的球 我们看一看在车里面 这就是爬到最高点的位置 你看一看 哇 想起都心寒了 如果这么高的时候 倒下来也挺害怕的 我们再看一看下一张 这个就是向下苦冲 是不是呢 是 没错 这就是在玩的情况 据说这辆车都去到百多米 都相当高速的 好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就是入站的时候的情况 就是你玩完一圈就入站 其实不是很长的路轨 整个路段很短 所以很快就玩完一圈了 好 我们再看一看那些人坐的车是怎样的 这张照片你看到 刚才那张 你看到前面那一格是怎样的 你看到它就是弹出去的 就算前面那一格也有一些冲力弹出去 然后就见到它了 你就可以在这里下车也好 好 我们再看一看下一张 大家看到的 这些是其他人玩的 不是当事人来的 你看到扣或者扣着那个人 就并非说叫做太过 整个胸口 有些是由头压压下来 整个U字形包着你身后 它并非这一点 所以你见到那个结构 也未说去到很巨型 整个车 我们再看看一张 好 我们见到现在是否机件故障 因为据闻这些过山车 是会有一个防止倒后 这样倒下来的防滑装置 咦 为什么会失灵 这张照片大家看到 那条路轨也看到颇为197修 这张已经是七年前了 七年前已经是这样 现在七年后恐怕受职更加严重 给这张照片会不会是这样 丁幻师 他有没有翻身过呢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可以见到 如果他七年前也有这么多秀职的话 看怕有关的工作人员 又或者机构 对这个维修的方面 会不会是不足够呢 所以才会到此这次意外 所以这里是很令人震惊的 还有我们再看看其他的环境照片 这张照片就看到了 如果那辆过山车 就是爬上最高点那个 大概有多高呢 你想想想 如果这样滑回头也挺可怕的 好了 再看一看 第二点了 哇 看到有人坐在隔壁里面 夹住了 好像扁了还是怎样的 再说回了 现在看到一些报导 访问一些没有事的 或者受到轻伤的 他们怎样说呢 有些人想着 可能自己坐得比较入一点 可能会迟些才出回来 有些心急 想着跑快点去拿回自己的东西 那些就没事了 有些就是坐在隔壁里面 下一步才自己慢慢爬出去 会不会有什么事 然后要整理一下自己的头先 还是怎样的 然后才出去的 就双一声追撞 所以看到有些事很惨 就是本来是一对夫妻的 老婆还留在那辆过山车里 老公就走了去拿东西 怎料转过头就双一声 老婆就撞到 连人带车 就飞了往后接近10米 所以那个冲力也很夸张 很大力 先说一下 整个体验 大概1分30秒左右就玩完了 不会说玩很久 市速最高就去到135公里 这张是另一张照片 你看到撞回来 是整个东西都散了 会不会是冲力也挺大呢 即是这样滑回来 撞到机件全部都飞出来 还有人弹了出去 那一刻的冲击都颇为之巨大 现在吵得最重要的就是 怎样指八个人受伤 一开始就说八个人 现在就16个 有些伤者的家人 一到医院就说 一定不止 究竟当时有多少人 老实说 能不能够隐瞒得到太久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一些照片 例如现在这一张 其实就有人在现场 似乎是其他无事的乘客 或者来玩的人 就去拍下了一些片段 能够骗到多久 真的要隐瞒 我觉得就未必拖延到太久了 再加上远方 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好 他们就拿些东西封了之外 就似给人的感觉 像是想封锁消息的那样 例如你说接待那方面 或者公关那方面 或者是远方再和医院方面 或者其他部门 去谈等等 有没有什么叫公布 如果能够开城布公一些 我想效果会有很多 还有一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环境 看看附近真是绿树成蔭 看到附近整个森林 环境是很漂亮很正的 对 环境也不错 如果遇上意外的时候 救护人员能不能有效地去到事发位置 这可能是一个疑问 会不会呢 没错 所以这次变成了有些家属 或者伤者无事或轻伤 都说回见那些救护人员来得真是惨 因为整个森林 他们抬着担架或工具或器材等等 他们真的好像翻越了原始森林 脚有些泥淋 似乎这个过山车 对于一些紧急的情况 意外的时候 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通道 是给这些救护人员进入等等 好像欠奉一样 刚才说到那一对夫妻 老公没事 太太有事 这个真是惨 太太还要坐第一排 那就是吃得最硬的那个 他说亲眼目睹 怎样掉下来 那一下前车大概只有一两秒左右 就已经到你眼前了 刚才大家看到 看到眼前面那部车 或者你看到车走出去的洞 其实是很小的 如果这么小的洞的话 你真是很难看到前面那部车会这样回来 你说这些车会懂得这样到后走 那些过山车那些 其实在香港迪士尼 这个月矿飞车 我没有记错 好像叫月矿飞车 他有一段都是这样到后 到后 那就会搁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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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анс迷你的车 怎么玩到底会重新了 原来有车会到后的 如果本身的设计是这样 但现在不是 看见也相当夸张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开这些东西 一般都会相信机件合乎标准 也不会估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过有时候玩这些机动游戏 尤其是这些刺激性的机动游戏 其实画都画少 玩之前都会预计 在心理准备上 可能会有出意外的机会 这是我自己对玩机动游戏的看法 但是在这件事上 你是完全猜不到 突然有一架在前面的 到后撞到你 而最惨的就是 你在下车的时候撞到 我相信是因为有些人可能已经站起身 又或者已经缩开安全扣 所以才导致有些人 彈开去其他地方 所以这个情况就变得这么严重 如果你说完全是扣好 还是怎样呢 可能也算是更好 现在有一部分人可能是下车 下车到一半 或者是松开了 或者是毫无防范 还有你玩这些游戏的时候 可能当中的过程 在玩 即是一百多元在玩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自己也很少很少玩这些 但我经常玩这些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 哎呀死了我会死的 最后一次 睡得这么快 很害怕 或者我都会闭上眼睛 或是大叫 当你迈回站 车停下来 你这个人是会放松 放松 你玩的时候 就怕自己有什么意外 但你玩完 你那一刻玩完 你的人是平静下来的时候 你没有想过前面那一辆走了 你以为恭喜你 刚才我们就害怕到泥尿 到你们害怕了 好 让我听听你什么时候尖叫 咦 砰 然后撞回来 哇 你想想那种情况 真的多似电影的死神来尿 即你是一个出乎你意料的情况下 就遇到这些撞击 你想也是的 最多都是后面那一辆 追撞 很少我想到前面那一辆走了 你会回头 撞回来 这真是很少很少的机会会出现 不过先说回头 你说防止它这样滑回来的 基建上的东西 其实现在一些新型的车 我们才知道四车的开车 都有这种 你在斜坡里 以前没有了 你一松开手掣 然后一松开脚踏 即刹载的脚踏 它会立即滑回来 但现在的车 它就不会立即滑回来 因为它知道你是在斜坡里 突然间滑回来 它会帮你 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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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觉 有一下子轻轻地滑回来 然后你再踩车 就很顺利地去回来 汽车 在这段日子来说 都有这种装置 为什么 这个过山车 是否这方面的基建 一定要更加严谨 防止它滑 当然出轨 最重要 再者 等于电梯 电梯也是 有个夹 那些夹 就是防止 钢纜断了之后 那些钢纜断了之后 当然不是只有一条 万一出现这些情况下 电梯滑回来的时候 它会立刻有钢线 钢线 钢线 防止它直跌下去 是啊 就是跌进深渊 绑 其实大家都明白 这些这么有速度性的东西 一定会有这些防止它 失控 不知滑回来的机制 就是电梯 或者汽车 就是另一种玩法 偏偏这个过山车 为什么这个功能 会是坏了 还是坏了都不知道 现在一定会追究 保养和维修 以及究竟基件故障 究竟基件故障 是出在哪里 就是刚才台英说的 人为 还是真的叫基件 即使基件有故障 究竟是意外 还是人为的失修 还是有人做得不好 就是想起 就像MIRROR的演唱会 那个屏幕掉下来 那为什么会掉下来 总有人去整理器械和设备 就算是一粒螺丝 还是一条钢索 还是一个基件 都要去调查 现在人们很担心 会不会隐瞒了真相 现在看到这两天 整个欢乐局都封了去检查 游客可以存额退款 我想你免费请人进来玩 他们都不敢玩 有一个很重的心理阴影 即是宽乐不到 是吗? 就是了 在这件事上 我觉得 这样看 他们会不会有心隐瞒呢? 我认为 我自己以一个良好意愿的看法 就不认为他们是有心隐瞒 因为事实上去到现今这个时代 大家都有手机的 你说想隐瞒呢? 这是简直的笑话 是不可能隐瞒得到的 我反而认为 园区管理方面 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例如缺乏训练 在面对突发意外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就在沟通上 出现一些不同的版本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 这次意外对园区造成的影响 肯定是很大的了 还有会不会对其他类似有机动游戏的地方 都可能会给到人一个担心呢? 因为始终都是 或多或少 你玩这些机动游戏 你也是用命来玩的 虽然我们一般来说 都相信这些机动游戏都很安全 但这个世界总有意外发生 像这次这样 你怎样会猜得到? 一家车走了之后 还会转回头才行 当中涉及人为疏忽 日久失修还是什么原因呢? 还是这一套过山车 已经等了很久 久到应该要淘汰 我觉得这方面 园区是需要彻底跟进的 应该就是了 好 我们今次暂时说到这里 希望双姐早日康复 像各位老公所说 能够和太太好好地 一起回到原本居住的地方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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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